我是電影仲邪的導演馬凱 然後這裡是我寫仲邪劇本的地方 我覺得怎麼會去嘎那呢 我聽的時候我覺得有點太假了 雖然只是去做展映 因為對於我來說嘎那是一個盛唐,電影盛唐 我只是恆電中的一個小特約 那離著我真的是距遙遠的一個 它不單單是路程上遙遠 我是很喜歡看《恐怖片》 所以我才會長篇會用《恐怖片》去拍 我沒想到它會上院線 就挺興奮的 《恐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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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其實就是大家平時等群演的地方 拍完戲以後大部分就會到這裡來集合 然後設置組就會派車過來把群演接走 我那時候一個月可能就拍個四、五天 就四、五天 所以一個月可能就是1500到2000 拍了上百部電視劇吧 其實肉體上我覺得再辛苦也沒什麼關係 主要是心理上的 就是你在這一行已經混了那麼多年了 你什麼都買不到,你沒車沒房 你甚至養活自己都夠嗆 那種壓力是最大的,你看不到希望 我有時候晚上會焦慮 經常晚上焦慮到半夜裡出去走 那個時候因為有大量空閒的時間 我就給自己規定看電影 拍戲的時候就會接受到很多劇組 會經常去觀察他們怎麼拍 我們拍了18天 然後住在一個洗澡堂 因為我們人只有11個人,6個主演 製片人是乾電汗的 南一號董天文他以前是服務員 南二號是傳菜員 女一號何佳呢 她是以前做過兒童經濟 就是給小孩推一些戲 陳莉她以前是賣過地攤 我現在也差不多就是老和他們聚 我們租了一個三室的 三室一廳的其實主要還是為下個戲做準備 我還是希望他們來演我下個戲 因為我們是吃苦吃過來的 那時候大家也沒有要片酬 現在確實有很多的公司找過我 找一些明星來出演 但對我來說那不是最重要的 中邪就像一個奇幻之旅 他徹底就說把之前一無所有的我 就是想要的東西都可以有了 就是可能已經可以買車買房這些了 因為那種變化,我徹底明白一夜成名這句成語 特別擔心這是個夢 擔心醒來的時候 發現好像啥都沒有了 下次拍攝我會把很多功課做得足足的 我不想讓這個夢想過了 更快